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四川当地的乡亲们口耳相传 这五天以来看诊的人潮一天比一天都还多 故事上的慈悸在当地呢 在结下了这一段的情缘 也可以从病患的表现看得出来 像是这位妈妈地震之后 她的脚伤始终没有痊愈 经过大衣王看诊之后 马上呢她就忍得痛 又挡起了志工穿上了背心来服务相亲 她说能够付出的快乐 让她忘了身上的病痛 乌倒防塌 残破的景象 辨认不出地震前的繁荣 在落水的慈激服务中心旁 依然可以看到地震当时的威力 心里的痛难以抹灭 身体的伤需要被医治 那你现在会头晕晕吗 头是头天都晕 前两天头晕 头两天都晕 晕死吧 奇迹人医会的预诊 为落水的乡亲带来无限希望 我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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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奶奶 耳朵流着血 赶来服务中心求诊 医师细心的替奶奶上药 一边仔细的问诊 没有语言隔阂 温馨的互动 让奶奶的心安了不少 怎么样发生的 我是老婆 流了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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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有发生过 以前发生过 还有这位年轻妈妈 地震当时压伤了脚 命是捡回来了 不过开刀后半年来 走路却依然需要旁人搀扶 钢板明年再拿掉好了 那已经引掉了 这个就是太久没动 那你要尝尝动看看 好不好 很动 很动 可以给止痛药了 为他看诊的许男友医师 掀起裤管 才知道这疤痕有多长 你会洗脚吗 不会的 这很快就会疼了 你跟我们讲乎方话 人以为看诊完 需要长时间的休息 没想到一会儿功夫 居然看他穿起志工背心 前来帮忙 坐在挂号区 舔鞋看诊单 忍着脚痛 反悔两能 吃晚饭以后 我觉得我现在也能够走路了 我想来帮帮大家 一直都是大家帮助我 我也想回报一下大家 说来跟你们在一起 我觉得很开心 我能够感觉 我像好了一样 可以正常的工作 大爱的同心园 一层一层往外扩散 服务中心 从里到外 有志工带动手语 也有大英王替乡亲一诊 更多的是 当地乡亲 鼓声的回馈 真知的情谊 比什么都还动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